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要财财经》台日 来到开市感浪的环节 新闻嘉宾仍然是来自我们《要财证据研究部》的分析员王伟豪先生 YP早晨 跟进内地股市的表现 上证指数这刻跌7点2466点 而护心300指数跌7点2701点 另外深圳城指跌45点10516点 看下港股 今天高开8点之后 开市之后升多了少少 升30点2万049点 国企指数升41点1066点 成金压暂时18亿 期指跌52点2059点 低数8点成交量有5300多张 跟上节讲起一样 传统10月就是股灾月 但10月港股可以说是经历京陀海浪 由单位16170点 升到2万点楼上去收市 上星期一刻 今天10月份最后一个假日日 问一下Rafi 历史好像是2万点的力度 你觉得够不够呢 如果说到今天来说 总括这个月 今天临时收到2万点楼上 我整在上面不是说没可能 但某程度上 我的确都会觉得 可能都挨近2万点的水位 去到今天收市 因为就算你说 未来少少的调整 我觉得跌的幅度不太大 因为相当来说 刚才来都带到的 Nita都说到 由今个10月来计算 由差不多月头 去到 16170点最低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反弹 兼着随着刚才上一次带到的 环球方面的一些利好因素带动 特别是美国数据转好 或者欧债方面特别峰会之后 其实你会见到 即出了这些方案之后 大家市场的气氛是完全好了的 所以令到市场 由之后慢慢推上来之后 上星期的几天更加升得非常急 上到2万点楼上 至于这个升势能够延续 或者接下来怎样看 我觉得升势应该都可以延续得到 因为上星期的几下上来 其实相对成交非常之大 特别来说 星期三、四、星期五这三天来说 特别成交都有800多、900亿 甚至上星期五特别一千亿 所以某程度上 我觉得在这么大成交推动之下 市场可以升 意味着不是干升意味 是有些投资者入市去推升 再加上来说 亦都配合与美股或环球股市 差不多了 始终来说 踏入上季 第八、第九月来说 两个月这么差的环境之下 这么多基金都要输了钱的时候 亦都一样踏入第四季来说 特别第一个月 乘着好消息都要追回货 所以令到来说 我觉得成交急增 再加上基金追货 再加上大市收收转好的话 未来应该有机会 上市两万一这区间 但至于是否这么快的事 要什么时候复乏 这个星期 上一节带到的 一些叫做美国就业数据 或者央行意识 导入G20峰会出来的时候 有什么情况出来 才令到市场有再升的动力 稍后再跟Rafi说 市与蓝筹股 现在先听家庭观众 何小弟的电话 喂 早晨 我请问 如果我过百买了复和 有没有机会上这些位置 好 看看现在复和的表现 穿1.53元 现在升一格 问一下Rafi的意见 过百买的 是否在近期的高位当时买的 应该是上次跌落之前买的 好 问一下Rafi的意见 都差了一段时间 现在怎样算好呢 如果过百买的复和来说 的确在现阶段仍然 账面上有个亏损在这里 但是你说这一刻 好不容易走的话 我觉得网上可以看今天 或者看这个星期如何走 因为从来说 虽然整个走势上 走得不太好 亦都见到几次来说 都叫做压着50天线 特别来说上星期五 或者之前的 九月尾十月头的时候 都试一试50天线之后 其实相对都见到压下来的 好像站不稳 或者冲冲冲不破 但是这样看 上面虽然突破50天线 但下面来说 亦都见到两次试完 大概一个29至1.3的区间 其实都叫承托得到 或者是打上来的 所以某程度上 我觉得 视乎今次 看看这个位置 大概这些位置 会否收得稳 如果收得稳 其实我会觉得 在等待一些讯号 令到这只股份 叫做升穿50天线 因为某程度上 我会觉得 如果未来这一次 都不穿这个位置 大概过3的价位 其实意味着这个位置 低位承托力 应该都挺大的 只不过来说中线 依然受制于这个 50天线之外 也有一个走的通道 所以我觉得先看 初步看这几天 走势上 会有机会慢慢转好些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觉得 这位置得稳 未来要挑战 大概过6至过7的区间 都不是不可能 好 或者去到过6至7的时候 何智姐可以再打电话 过来给我们 Rafi 我和你都再继续谈谈谈 不如先跟进一下 主要蓝筹股 现在最新的表现 见到汇控 这刻做近70元7毫 升6毫 中移动升3毫半75元 中国银行升3千 2.8毫半 工商银行5.04 升2千 建行跌1千 5.8毫4 港交所升1毫 136.9 新铜基地产109 跌6毫半 长实做97.9 跌2毫半 中银香港19.06 跌1毫 中银售20.03 升3毫2 中海油跌6千 做15.2毫半 中石化7.63 升1毫半 而中国银行4.57 跌9千 中国海外15.06 跌4毫半 而腾讯空股185.8 跌2 Rafi也想和你谈谈 港股 下星期指结算 第三季度检讨 大家都留意着 狮子330 会否被剔出恒指成分股 股价市值方面 都是大缩水 看狮子表现 跌3% 12.14 虽然由7.5毫半 近年来的低位 已经反弹不少 气温在10元流上 但是我自己觉得 他被剔出恒指成分股的机会 都挺大 你又觉得如何 是的 的确来说 我都会觉得 如果你说下星期 就要第三季的一个 恒指贵检 究竟未来有什么被剔出 或者有什么进来 的确我都会觉得 施折方面 其实被剔出的机会 都挺大 所以说 要在恒指成分股里面 继续的话 一定继续市值和继续成交 如果看施折的话 特别 当他出完之前业绩之后 看到股价急卸的时候 市值蒸发得这么明显的时候 现在市值大概80-200亿 这些市值 某程度上 你问负不符合恒指成分股 或者要排名的时候 去到哪里 几乎都排到最尾 所以某程度上 我会觉得 有多大机会 这一只应该会 在今次的贵检里面 被剔出 甚至说 之前这样的急射 其实有些迹象 都像上一季被剔出的副市刊 所以某程度上 我都会觉得 今次施折的机会 都相对比较大 没错 其实我又想问一下你 你又觉得 如果剔走了才 什么入成分股 的机会更大 上一次季节 已经说 看师傅会有份 今次市传 看师傅可能有机会 但另一个黑马出来的 就是澳门的博彩股 金沙、永里、澳博 都是市场上的分析 预期的首选 问一下你的意见 你觉得哪一个板块 入选的机会会更大 如果说到入选 刚刚说完 如果CG真的被剔出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股份 会入选行指成分股 的确根据几个准车的排行 始终来说是金庵市值 成家或流通 流通量去计算 如果看这部分的排名 的确跟上季差不多 刚才你特大到的 上季都叫做 很多都叫做熱門 特别是金沙 相对澳门博彩股 甚至康斯虎 其实当时都传到 是很大机会入 但最终都没入到 但到了今次 究竟有没有机会入 我从而上 今次来说 其实入的机会 也非常之高 特别是澳门博彩股 像这样的金沙 相对的机会 真的挺大 因为刚才也说到 如果你照排名计 其实他们的市值 已经去到差不多 入选的范围里面 其实刚刚去到很前列的位置 甚至有二十几三十名 算我从上已经完全符合到 恒指食物股的入围的门栏 甚至比现在恒指食物股里面 某些股份的市值更加高 算我从上 的确我觉得入选的机会也挺大 只要在康斯虎方面 始终这种食品股 相对的成交量 一直都叫做 特别经过八月九月 即传统这样的股作月 这些影响性比较小的股份 他们流通量都非常之高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入选的机会 亦是非常之大 所以这两个入选的机会 相对比第二季来说 我觉得更为之高 好 那我们就看看 星期五 即11月11日 会否有什么结论出 麻烦你Ravi 都要帮我申报一下 刚刚说股份 你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的 休息一会 回到我们开始之后的节目 有发达赶场的环节 休息一会 回到大家见面